她就是永远有这么多的理由 就说啥都能给我回回来 说啥都能来堂塞 就她跟以前变得可不一样了 以前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过节日什么的 就她可有一事感一样 就是咸花呀 巧克力呀 有时候还有口红套盒 就但是我们俩现在谈得久了 去年就是过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就又消失了一整天 干嘛去了 兄弟 在宿舍了 跟室友聊天 吵吵闹闹 所以又没提到她电话 是吧 对 因为我平常不怎么爱看手机 姑娘 我建议你们俩就异地吧 正好考验一下彼此的感情 是不是 不啊 就是 就我感觉她现在就是 就心里没我 那异地那不就 那就真凉了 但是我还是就挺喜欢她的 所以说我不想跟她异地 对啊 你觉得她要凉 你非要让她热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你还想跟人继续交往吗 咱说实话 嗯 我想一下吧 对 自己想一下 所以行吧 这事就摊在这儿了 老师们帮助分析分析 这段情感当中的两个人 应该怎么做一个自我调整吧 特别是姑娘应该怎么调整一下自己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对于消费观不同的这个问题 我是有一个 一直有一个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我们尊重各种各样的消费观的存在 因为可能跟我们 老师们在这里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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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斥孔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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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男孩在一年之前 有没有跟女生说 一年之后我要回天津 有吗 说过 当时女孩同意了吗 没有 其实很多事情呢 这个结果可能在一年之前 都有注定 男孩的心思其实很坚定的 到时候了我还是要回去 你不会因为这个女孩的挽留 或者你们俩的感情 做任何的改变 其实呢 你要坚持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不用为回天津这件事情 再找一个借口 而这个借口是什么 就是这个女孩的消费观 我不能认同 其实坦白说 她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也没有花你的钱 也没有说完全是入不敷出的 这种状态 很多爱情 可能就是无稽而终的 我们不一定非得把这段结束 要找到一个理由 我们更不应该把这段理由 是推卸在对方身上 所以给你们建议可能是先分开 千万不要强留 因为留也留不住 分开之后 异地一段时间 如果真是感情就没了 那你们选择是对的 对不对 如果是你们感情还在 那你一定是要在某一个时间间 去商量说 我们到底谁投奔谁 如果真是做到了 男孩投奔你 也有可能你会投奔这个男孩 那说明你们感情的坚持是对的 所以无论对错 现在顺其自然 异地一段时间 看看你们感情经得起 经不起这个考验 好不好 就这样 姑娘 其实不用我们多说什么 你心里很清楚 这个男生的心 已经慢慢不在你身上了 什么社团聚会了 我跟室友聊天了 就不看手机 天哪 如果真的爱自己的女朋友 知道女朋友 惦记你 你就算聊得热火朝天 你隔一两个小时 总得看一眼吧 因为那头 电话的那头 有个人在惦记着你 而前提是 他也惦记着你啊 姑娘 他当然可以不看手机 因为他心中没有你 他只要一聊天 一开心一聚会 哪还有女朋友的位置啊 所以这个男孩子 没有那么喜欢你 而我觉得男生 其实我想你也是善良的 因为今天看起来 你也不愉快 你也不想说分手 也不想伤害谁 但是你的装装渐渐 其实你心里也清楚 对这个女孩子的感觉 已经不在 否则他买几件 漂亮的打底裤 有那么让你看不惯吗 所以我们也不要骗自己 其实你逾期拖着 逾期躲避 你不如直接告诉他 这样给他的伤害 反而更小 这样反而给了彼此 更多的时间去成长 所以也不要拖着了 你就踏踏实实 该想去哪去哪 也不用找借口 说我必须回去了 我们家人催我 是你自己的心 就不想在这儿了 而姑娘 我觉得可能 一下你也接受不了 他走开 那我建议你 就好好做自己 这个男人 如果真的心里有你 他会回来找你 如果心里没你 就让他去吧 我们先去开心地做自己 好吗 不要再把所有的眼光 盯在他身上了 放在自己身上 做个漂漂亮亮 开开心心的姑娘 好吗 谢谢